欢迎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浩婷 今天的头条焦点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 以色列民众庆祝犹太教逾越节 但是发生了汽车攻击事件 导致当时有两名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受伤 那么现在当地警方已经定调 这就是针对犹太教徒的恐怖攻击 白色轿车油门催到底 转弯处高速上坡冲撞路旁行人 监视器曝光恐怖瞬间 强烈撞击下甚至连保险感都脱落 事发就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 两名犯案男子还大啦啦拿枪恐吓 这次攻击造成至少三人轻伤 以色列警方迅速逮捕两人 而这起事件被认定是针对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恐怖攻击 当地周一开始正好是逾越节欢庆古代 以色列人获得自由的日子 只是今年分围和往年不同 不少犹太教徒去年遭哈马斯绑架 至今人无法回家团聚 以色列政府不只解救人质没成效 军情局更因为无法阻止哈马斯 入侵悲剧饱受抨击 现在以色列军情局长哈里瓦 要为哈马斯发动攻击事件 引咎辞职 是冲突以来首位高官负起责任 但不少人喊话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负责 甚至美国方面也不满意 他在加萨的种种军事行动 以色列军方失误间接导致中东冲突升温 军情局长请辞负责 势必也将影响纳坦雅胡未来执政 TVB的新闻听不到 那么进一步也来探讨 其实现在全球各地反以色列情绪高涨 今年逾越节活动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胁 其实先前美国FBI已经提出警告 很可能会发生攻击 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像这样子一个恐攻事件 美国另外方面已经通过了原外预算 调拨款260亿援助以色列 但是隔天却加码宣布了一项事情 要计划制裁违反人权的以色列军队 22号开始是犹太教的逾越节 也是犹太人庆祝的日子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行动 造成加萨超过34000人死亡 全球反以色列情绪高涨 今年逾越节活动的安全受到威胁 犹太人不得不更加低调小心 FBI报告显示 以哈冲突爆发后 美国仇恨犹太人的犯罪增加了三倍 FBI也提出警告 今年逾越节可能会有攻击事件发生 犹太教拉比呼吁信徒 今年避免邀请陌生人做客 社群也要互报平安 有意外事件立刻通报 近几年犹太人在聚会场所 加装监视器和请保安已经是常态 保全公司非常有感 2023年美国发生近9000起反犹太案件 达到1979年有记录以来的高峰 大学校园也出现反犹太运动 上周三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上百名学生 发起挺巴勒斯坦人示威 他们要求学校从以色列企业撤资 学生在校园杂营过夜 纽约警察隔日进入校园 逮捕了108名学生并拆除营帐 哥伦比亚大学正统犹太会众联盟的 一名拉比提出建议 希望逾越节期间 犹太学生别去上课 以免发生危险 哥伦比亚校长上周三到国会听证 针对校园反犹太事件 回答议员的提问 他在听证会中表示 一名发表反犹太言论的教师 已经被解雇 永不录用 以色列近日加强对真主党的攻击 轰炸黎巴嫩四个地区 以国战时内阁再度召开会议 为了救回130名人职 以国表示要加强对加萨的军事行动 逼迫哈马斯退让 外界认为这是以国进攻 拉法事前的讯号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发起示威运动 深渊加萨 美国众议院周六通过 950亿美元源外法案 其中260亿提供 以色列军事和人道援助 以国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感谢 不过隔天 美国政府就宣布 要对违反人权的 以色列国防军 犹太永恒营 祭出制裁 纳坦雅胡立刻回击 美国可能祭出 1997年制定的来西法 也就是遭制裁的军队 将不能接受美国的资助和训练 美国国会通过援引预算 也引发巴勒斯坦不满 认为这是为攻击加萨 开绿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进步细看乌克兰其实等了半年之久 终于等来美国的军援 这是美国众议院在上个星期六 通过分案表决的方式 通过总计953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案 当中高达606亿美元的乌克兰军援 是最受关注 所以外界也在看 是不是很快的就在美国时间星期二 就可以送给总统拜登前述 因为后勤补给不足而多次被迫撤手的乌克兰前线 终于等到美国的及时雨 美国众议院周六以分批表决的方式 通过总额高达953亿美元 大约3.1兆元台币的对外援助计划 其中卡关许久的乌克兰援助案通过时 多名议员高举乌克兰国旗欢呼 主席则以违反意识规则为效制止 总额608亿美元包含以贷款方式提供的军援 相当于乌克兰将近十年的国防开支 也约略等于俄罗斯一整年军费 其中有将近四成是用来添购美方武器与设备 泽伦斯基第一时间向美国参众两院表达感谢 并且强调法案的通过就是要告诉俄罗斯 华府对基辅的坚定支持 不会让乌克兰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而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与德国外长等多名欧洲高层 也透过社交媒体表达对法案的支持 基辅的民众更是紧盯众院投票结果 法案通过时情绪甚至差点崩溃 身在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坦言 如果这场及时雨能够更早一点到来 那些被俄军侵占的两成领土 或许有机会多拿一点回来 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美方当前的援助有助于扭转 俄罗斯在战场上相对被动的局面 除了军援乌克兰之外 美国众院还分别以385票对34票 通过对台湾与印太盟友的81亿美元援助案 以及以360票对58票 通过对短眼音平台TikTok的所有全转移法案 两个涉及抗衡中国的法案 都获得两党压倒性多数的赞成 明显看到美国政坛对于北京当局的高度戒备态度 至于264亿美元的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 也在同一天以366票对58票获得通过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声在四项法案通过之后 火速合并为一送交参议院 白宫则是发声明表达对法案的支持 强调法案展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并且敦促参议院尽快审议相关法案 据了解合并后的法案最快周二就可能获得 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通过 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明 只要法案送上办公桌就会签署 以便让乌克兰尽快拿到需要的武器设备 至于上周在意大利召开的G7外长会议 与会的外长们在谈到乌尔战局时 炮口一致指向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 同时再次重申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隐隐呼吁了美方透过军事援助 对乌克兰与台海的支持 至于美国与欧盟高度关注的 北京支持俄罗斯军工产业问题 以及台海与南海等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问题 都将会是布林肯周三起 走访上海与北京时主要讨论的重点 但分析坦言 布林肯这趟相隔十个月的中国行 最多只可能降低紧张局势 对美中关系不太可能带来太大突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一起来看看国际间最新的动态 这是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展开国事访问 这也是埃尔段时隔近13年正式访问伊拉克 等一看最新的外电画面 埃尔段与伊拉克总理苏尼达 以及总统拉希德会面 伊图两国签署了将近30项的协议 埃尔段也强调 两国要透过双边贸易等领域 以及共同打击库德工人党武装分子的合作 恢复两国关系 拉希德也提到 支持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他反对在伊拉克领土上 发动任何的军事攻击 再看到这是欧盟宣布 将针对TikTok新版Lite展开调查 那么现在包括看影片赚点数奖励这个方案 很担心会导致儿童成癮 所以要求业者现在依照规定提供资料 否则将会寄出高额的罚款 这是欧盟执委会宣布 根据数位服务法 针对三月份已经在法国西班牙上市的 TikTok Lite展开调查 那么新版的方案是什么呢 针对用户观看特定的影片 按赞追踪甚至是邀请朋友加入等行为 会提供点数奖励 可以兑换网路购物礼券等实质报酬 所以现在欧盟职委会认为 方案在推出之前并没有做到风险评估 而且可能引发儿童使用成癮 也危害到用户的心理健康 所以强调如果没有提供相关的评估报告资料 很可能会依照数位服务法 针对TikTok除以全球营收1%的罚款 同时也考虑先占停薪板奖励方案 在欧盟上市 我们再来看到这是大国之间的间谍战 大陆与德国现在在台面上 是要加强经贸合作 但是德国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宣布 抓到了三名 涉嫌替大陆国安部从事间谍活动的 德国公民 他们将德国的军事机密 交给大陆情报单位 甚至还将特殊的雷射仪器出口到大陆 押送嫌犯的警车抵达法院 要持续厘清间谍工作更多细节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宣布逮捕三名德国公民 指控他们从2022年6月开始 替大陆国家安全部传递军事机密 其中一人负责在德国取得 可用于军事的创新技术 他与一对德国夫妇合作 用旗下公司名义 与德国大学签订研究转让协议 再将技术透露给大陆公司 这三名嫌犯还用大陆国安部资金 采购一款特殊雷射仪器 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出口到大陆 德国总理肖茨才访问大陆没多久 就爆发间谍疑云 让中德原本的友好气氛蒙上阴霾 无独有偶 德国检察署也在近期起诉两名 涉嫌替大陆从事间谍工作的男子 指控他们在2021到2023年2月间 替大陆搜集记录并传递 有利敌方的讯息 英国首相苏纳克早在3月下旬 就曾针对大陆涉嫌利用骇客 攻击英国政界人士的消息 这名大陆籍教授范云涛 去年2月回到上海随后失联 日本共同社报道 疑似是遭到大陆拘捕 全球地缘政治不平静 台面下的间谍战激烈交锋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凌晨2点26分以及32分的 两起瑞士规模6以上的强震 导致花莲市区倒了两栋建筑物 那我们先来看在花莲市区中山路上的 富凯大饭店倒塌 三楼瞬间变成了一楼 而且影像曝光 那么现在楼体的测量倾斜度 角度为12路 所以花莲县府的建设处说 有两个做法 第一先封路 两个礼拜之内完成拆除 凌晨2点26分 画面突然一键摇晃 紧接着左手边 花莲中山路上 富凯大饭店迅速下沉 喷出大量粉尘 房屋结构已经歪斜 换个角度看 围里内的富凯大饭店 正后画面就一片蒙 而实际到现场 相当震撼 灌手机区已经抵达现场 观察建筑上 外挂式的冷气 有的已经严重毁损 刚才变形外漏 经过一整夜的余震不断 目前富凯饭店的三楼 已经降到一楼来了 而周边的路牌 路灯也都陆续拆除 预计下午就会开始进行 填土作业 目前楼梯倾斜12度 好在0403强震前 疑似因为内部整修 就已经围起围离 没有人在里头 因为高楼层 我们大概会做 比较小心的拆除 那降到低楼层之后 它的进度就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大概目前 预估是两周 应该是可以在两周内 把它完成 但因为大楼位置 在中山路公正街口 人潮多又是商圈 目前配合工程 中山 中正 中华 和公园路进行封路 连带对周遭店家造成影响 很差很差 无法形容 现在没办法想 想那个灾事没办法想 经历约三个礼拜 大小镇不断 又有大楼被震化 各团队绷起神经 走上复原之路 TV讯上高中宏 王熙堂 庄权 林立江湖区 花联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富凯大饭店 其实走路大概五分钟 就可以到了另外一栋 统帅大楼 原本就已经贴上了红单 那么本来是排拆 这几天就要来进行 但是凌晨的规模六以上的强震 导致这一栋的统帅大楼 又倾斜了 时空单位怎么做 为了避免冲击周边的民宅 决定赶紧填土 缓冲 支撑钢梁剧烈晃动 平民撑住摇摇雨坠的大楼 余震威力越来越大 钢梁一根接着一根 不知倒地 大楼瞬间再往下塌陷 周遭春土飞扬 监视器画面整片白茫茫 原本就已经松动的地基 钢筋管线更加严重变形 外墙水泥瓷砖挤成一团 23号凌晨猛烈余震过后 同帅大楼已经撤离的住户 忍不住回来关心 花蓮市明里路上的统帅大楼 0403强震过后变成软角楼 紧急贴上红单住户被迫撤离 仅仅三周的时间 又发生规模6.3余震 建筑倾斜倒塌 支撑钢梁直剩四根 一到二楼已经变成地下室 目前利用纽泽西护栏 加上铁围离封锁明里中正 明里宣源以及三名公正路口 拆除作业加紧脚步 统帅大楼原本是排拆是什么时候 原本他就是这一两天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飞动又倒了 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去 再调其他的机器来 再去做调布 那目前在联系 施工单位进场 移走倒下的钢轨 后续车辆进入填土 什么时候拆除还不确定 幸好住户早就已经撤离 竹针过后心情才刚平复 怎料接连余震 再度冲击 DBS新闻高志宏蔡兴 于花莲采访报道 那么其实这一回403的花莲主阵发生之后 发生了许多的余震 凌晨2点26分 那个时候好多人正在睡觉 同时也是熟睡阶段 但是就被地震吓行了 阶段影像也带你来看看 在地震发生当下 爸妈决定一转身立刻保护小孩 睡到一半发生剧烈腰晃 爸爸妈妈立刻从床上跳起 一个转身护住孩子 本来熟睡在床边的黑猫也被吓醒 飞快地跑离房间 屋子晃荡得越来越剧烈 全家人也抱得越来越紧 23号凌晨2点多 地牛再度大翻身 许多民众早已进入梦乡 但被这一摇全都惊醒了 但是这一次的余震 都是四五六在跳 所以有点更可怕 因为上一次是大之后就慢慢减少了 但是这一次是从五点开始 然后越摇越大 零四零三花莲墙正后余震不断 22号傍晚五点开始 瑞士规模五点零以上的就有十一起 五点多六点多一路来到深夜 持续能感受到明显晃动 尤其是十点十一分的一震 规模有到五点九 有建筑的外墙瓷砖剥落 整个晚上还蛮多的 就很晃一直晃 然后不间断 过了午夜十二点 凌晨2点26分以及32分 分别是规模6.0和6.3的两起 更是将许多民众下得不知所措 花莲市区有两栋楼倾斜 有民宅的墙壁 甚至直接破了一个大洞 后续又有好几起余震 花莲民众听了整夜的国家级警报 不断在晃动的恐惧中 觉得很可怕 我连上厕所都不敢 许多民众聚集在大马路上 几乎都穿着拖鞋 青装便服 没有拿太多东西 就跑出来避难 毕竟摇成这样 在家根本不敢睡 只好先到户外空旷一点的地方 只从0403到23号上午十点 总共有1140起的余震 尤其是22号傍晚到23号白天 发生的频率超级密集 花莲民众受到 不小的惊吓 TBBS新闻高众 谢伦蓝听 宋家人林嘉宜 花莲采访报道 毕竟是一阵 而且正醒了 接续下来就睡不着了 那么这一次 两起规模6以上的余震 有不少网友 因为这样的一个担心 所以干脆就在网络上一直看 看着是台湾地震监视的 YouTube频道 时时刻刻注意 是不是余震又要来了 要赶紧躲 深夜睡到一半 突然剧烈摇晃 越晃越大力 台北女子赶紧起身 护着孩子 生怕一个不小心 会有东西砸下来 连家中的爱猫 也仓皇逃命 23号凌晨2点26分 东部海域发生 规模6地震 本来以为地震停了 结果32分 花莲寿风向又发生 6.3地震 一晚好几震 无法再睡下 毕竟担心会有更大的余震 同一时间 有人挂在台湾地震监视 YT频道上 时刻注意地震 是不是又要来了 刷一排留言 大家纷纷祈祷 真的不要再震 一整个晚上震不停 根本不用睡 恐慌症快要复发 还有PTT上的网友说 是地球日一次摇完一整年份 是不是真的好可怕 而不只人儿会害怕 还有狗狗吓得不敢回房间 整晚趴在楼梯上留守 我之后就醒了啦 对 就没有再睡 余震不停 商家也好哭闹 像是小北百货 北部店面货架商品成了骨牌 几点倒下 散落在地上 不过相对高单价的酒柜 有特别防护措施 我们的货架也都有做一个 保护的横杆 而二十三号早上八点零八分 花莲又发生 瑞士规模五点八地震 高架轨道捷运 包含桃园机场捷运 新北长安园区往台北停时五分钟 北街问呼线 突然停时又复时 大大小小余震不断影响的 不光是全台民众心情 大众交通运输也因此延误停时 段时间内恐怕频繁发生 大家得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特别新闻洋情朋友自传台北采访报道 现象鼠地震测报中心也提醒 未来的半年一直到一年之内 其实都会有明显余震 的确统计也发现 从403花莲强震到今天为止 主震加余震已经超过了1140起 所以大家经常会被摇到 吓一道而且甚至是有错觉的感觉 那么也请您一定要留意 网路上这个谣言不要相信 谣言提及的内容会有大地震 这是错误的 监视器尽头一阵天摇地动 伴随手机警报声 原本关紧紧的沙门 也被震到开了一个缝 这个发生在22号晚上10点11分 瑞士规模5.9的地震 只是千起余震中的其中之一 0403花莲规模7.2强震 到现在已经过了20天 余震仍然频频发生 规模6以上的余震晃到全台都很有感 截至23号上午10点10分 0403主震再加上余震 已经有1140起 其中规模6以上有4起 规模5到6多达59起 甚至从22号傍晚到23号上午 不到一天时间 余震就多达200起 网路上甚至传出 何时会有大地震 以及会比现在更大等等谣言 不过气象署强调别去提醒 下午5.8分到现在这些地震事件 我们从它的位置 还有它的一个发生的时间 目前研判它仍然是属于 7月就是4月3日 规模7.2地震的一个余震序列 都是0403的余震不需要太过恐慌 只是气象署也说明 一般规模7.2的地震发生之后 能量恐怕不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完 根据921的经验 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余震 随时都有可能再发生 当然越后面它的余震的一个规模大小 就会慢慢的缩小 不过凌晨突如其来的天摇地动 记者马上赶赴气象署地震侧报中心 3点10分大门深锁 直到清晨4点半 地震侧报中心开始第一场的记者会 上午8点半也又再开一场 针对大众的种种疑惑 一一解答 TVB的轩人李建伟 中宣台北采访报导 那么当然在余震密集发生之下 大家看到了这些异象 也会纷纷讨论天有异象吗 说是在地震过后天空不断的闪电 那么气象粉砖里头有专家解释 说这是封面带来的雷雨包 跟地震是没有关系的 也提醒大家 这一次的余震是不断的发生 大家还是一定要提高警觉 黑漆漆的天空闪个不停 23号凌晨2点多 两起规模6以上的余震之后 夜空闪电不断 不过不必恐慌 并非天有异象 而是封面带来的雷雨包 只是这凌晨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距离0403主震已经经过20天 专家表示虽然大型地震后 能量释放属于正常现象 但这多达千起的余震 的确有些异常 你一个7.2这么大的地震 它的余震应该是四面八方 东西南北都有 你看到东日本的地震是这样 921的地震也是这样 那这一次很奇怪 这次所有的余震直往北走 看看20天以来的主震余震 红色点是0403规模7.2主震 后续大大小小的余震 几乎都聚集在主震以北 不过专家也说 这两天以来的余震 就大多发生在主震以南 今天这整个100多起的地震 等于是把这一块 20天来没有发生地震的地方 它能量把它补齐了 所以今天的地震 主要都是在花莲市南边 不只往南边走 而且从22号下午开始的余震 震央从海上逐渐移到陆地 专家表示从主震至今 总共释放了大约42颗原子弹能量 但大部分已经释放完了 这次6.3的那个能量 大概是1.41颗 1.41颗原子弹的这个能量 大概95%的能量 第一天就放完了 后面就是余震而已 不过专家也举例 1951年曾发生规模7.3的地震 之后再出现两次7.1的余震 而且一个月后 余震也像这次一样 逐渐往南走 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出现规模更大的余震 还是得做好防震准备 TVB的山中文 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消息 马来西亚黄军海军两架军用直升机 在当地进行海军日演习彩排 发生护撞意外 10人不幸死亡 最新的外电画面 带你来看 多架直升机在进行演习彩排时 原本预计是从同一个方向飞出 就在空中分散飞行 但是当中一架直升机 突然偏离航道 朝右方飞去 所以就在空中 撞上了另外一架直升机的机位 两架发生碰撞之后 瞬间冒出黑烟 双双坠毁 那么根据马来西亚新洲日报的报道 这起的相撞空弹发生地点 是在马来西亚 宏图坎军事基地 那么是否因为沟通事物 引发了相撞意外 有待当地当局调查 我们再看惊悚场面 发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火车起火 所幸这一场的火灾 没有引发人员伤亡 赶紧连线记者黄宇轩 前方一辆黑色轿车 在平交道前紧急回转 正当驾驶还摸不着头绪时 下一秒平交道旁 窜出火光浓烟 没多久一辆着火的列车 在眼前通过 这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 当地时间21号 一辆行经当地的列车 突然起火 列车五节车厢都陷入火海 由于列车上装有不少木材 不排除旧市因此起火 但确切原因还有待理清 列车着火 火势在一个小时后顺利扑灭 所幸目前为止 没有传出人员身亡 不过初步估计 经济损失上看三万五千块美金 折合台币百万元 最新的这个讯息 带您关注到 是大陆南方的洪患 大陆的重灾区广东 现在知道已经有 四人不幸死亡 十四人失联 那么全广东省 转移安置的灾民 超过13万人 夹杂土石泥沙的浑浊洪水 灌进广东民宅区街道 一辆白色轿车 被强劲的水流 冲到快速往低洼处移动 受困在一旁民宅的住户 无奈又无助 经过几天的暴雨和狂风侵袭 广东一座桥梁断成好几节 桥梁忽然严重弯曲变形 桥面碎裂 广东官方初步统计 16号开始的连续强降雨 截至23号中午 已经造成四人死亡 14人失联 转移安置超过13万人 一楼一楼过顶了 基本上一楼都过了 很多不过都提前现在都有提前做措施了 很早都已经搬走了 就前年开始吧 就算是下来是比较大的 还有今年 因为以前很少 以前很少见识说洪水 它涨到这个位置的 从空拍画面看 广东重灾区 韶关 清远 赵庆 江门等城市 几乎一半城区都被洪水淹没 目前监测广东多地四月降水量 已经打破历史记录 22号 广东佛山还发生 船舶擦撞九江大桥 导致11名船员落水 四人失联意外 虽然官方还没公布事故原因 但不排除和恶劣天气有关 CNN同样关注大陆水患 报导提到大陆华南地区 上千万人因为暴雨洪患 撤离家园 而陆媒讯息说明 这次极端天气 已经造成广东至少36栋房屋倒塌 48栋严重受损 当地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4亿人民币 TVBS新闻谢谢 谢丽敏珍 综合报导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到是印尼 印尼宪法法院 不会两名落选的总统候选人 先前提出的选举争议请愿 刘氏请愿没有法律依据 代表今年二月份 在总统大选获胜的普拉伯沃 确认当选了印尼的总统 印尼是在2月14号举行总统大选 选委会确定了普拉伯沃获胜 但是输掉选战的两名候选人 也就是前亚加达省长阿尼斯 以及代表执政党民主奋斗党参选的 甘查尔都拒绝承认败选 所以各自向宪法法院提出了异议 印尼宪法法院指出 没有证据表明选举存在系统性 或是大规模的舞弊行为 也没有证据显示 总统、国家机构、地区官员 或者是政策会影响选民的投票决定 普拉伯沃预计在今年10月 解体即将卸任的印尼总统佐科威 我们再看到这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以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戈白宁气候变化服务提出了气候警告 提到了欧洲是暖化最快速的大陆 那么气温正以全球平均的两倍升高 报告还指出了最新的五年平均气温显示 欧洲现在的气温比起工业革命前的水准 高出了摄氏2.3度 还比全球升温摄氏1.3度 还要高出许多 欧洲报告今年聚焦的是高温 对人类健康的冲击 也提出了热相关的死亡 已经在欧洲各地增加 极端天候助长了热浪 野火 干旱与洪水 所以现在的危险的高温 已经导致了欧洲大陆的冰河消融 去年与气候相关的经济财损 估计超过134亿欧元 折合台币超过4700亿 回到国内关注的是凌晨2点半左右 两起规模超过6以上的余震 玻璃也被震碎 很大声的声音这样 23号凌晨2点多 只隔3分钟的时间 连续发生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随后不断有余震 都是规模4以上 凌晨4点49分 花莲减案上一处废弃洗衣厂 疑似一楼柱子断掉 造成倒塌 整个过程不到10秒 其实从前一天下午5点多开始 余震就频频发生 几乎每几分钟就一次 震阳都在花莲 而且都是极浅层地震 花莲灾情陆续传出 县长跟建设处长 第一时间就到场视察 紧急拉上封锁线 先断水断电并通知地主 其实这一处在0403长征后 就有通报被列为红丹围楼 准备要拆除 结果这一阵直接硬身倒下 还好里头没有人 才没有造成伤亡 TBI新闻高中 也身份花莲采访报道 那么关注花莲在灾后的影响 我们从吉安乡转到花莲市区 到它的两栋大楼之一 富凯大饭店 因为在凌晨的强阵而倾斜 那么当时对面就是 20403花莲强阵的受灾户 名店钢管红茶 当时业者老奶奶受困在屋内 高龄85岁了 有人通报救护人员破门救她 才刚经历深夜强阵 花莲中山路上钢管红茶 85岁的老奶奶顿时被吓到有些魂飞魄散 孙子在一旁吉利寸说下 奶奶才点头上了救护车 大家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钢管红茶正对面 就是23号凌晨 因为强阵被震垮的富凯大饭店 释放当下奶奶手脚不便 是孙子请消防队员破门将奶奶救出 而时间回退到0403强阵那天 钢管红茶店面也受波及 钢筋裸露 外圈磁砖剥露 柱头严重爆裂 当时花莲县府一度将建筑物贴上红单 表示结构严重受损 如今因为对面大楼倒塌 得拆除钢管红茶 势必好于镇子不能营业 但人平安无事 已经是最大晚劲 基本宣传权高中的 小美军花莲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收到一个最新的外电 是来自于日本 日本京都知名的景点 清水寺附近 一早发生了樱花树倒塌 压伤人的意外 当时樱花树倒下之后 压到了一名刚好在附近的 60多岁男子 根据日本JX通信社的报道 事发地点是在清水寺附近的产名板 被樱花树压到的男子 现在已经紧急送往医院 只是为了确保保险起见 附近道路目前暂时关闭 这是收到来自于日本的最新消息 那么再来看看汇率市场的变化 美元走强的影响有什么 对于南韩民众来讲相当辛苦 南韩的货币大变 今年的贬值幅度已经超过了7% 那么南韩的央行行长坦言 近期韩元确实贬过头了 南韩现在物价飙涨 在当地吃水果是特别有压力的 包括像是苹果的涨幅 逼近了九层 所以现在民众的薪水都被通膨吃掉 超市人员一捕获 民众疯强 一大把新绿大葱 居然只要875韩元相当于20台币 这甜到猪牙的甜甜价在通膨时代 是不是太猛幻了 以三月份数据来说 苹果狂涨88.2% 离子涨幅87.8% 18种主要水果组成的物价指标 暴涨40.3% 涨幅超越台湾 而且传出四大超商 5月1号也打算涨一波 恐怕还不止这样 那韩国的食品原材料是高度依赖于进口的 随着咖啡 可可 橄榄油等食品原材料 国际期货价格的飙升 那韩国相关的食品企业正在酝酿着涨价 原料高度仰赖进口 当然是以美元计价 而今年开年以来 韩元汇率就一直疲落 以4月19号韩元收在1382.2韩元 对一美元的价位来说 和去年年底1288韩元对一美元相比 就上涨了7.3% 这是1990年来韩元对美元的最大升幅 比1997金融风暴前的时期涨幅5.8% 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6.8%都还要多 南韩央行还坐得住吗 南韩央行总裁李昌庸一套美国行 走到哪都被问 韩元的汇率真的还在安全范围内吗 毕竟以1997和2008两次经验来看 97年韩元对美元来到1962价位 那么2009年是1570.3韩元价位 而现在2024年4月一度触及了 1400韩元的行李关卡 是不是已经快要再次接近危险地带 他认为美元强亚币弱的整体趋势不变 唯有美元降息可以缓解亚币的压力 但问题是南韩央行现阶段也必须停看听 因为中东局势不稳定 退升油价 有价 电价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是千亿法动全身 高通膨让民间消费缩手 连职场选择都有改变 像是过往被视为金饭碗的南韩公务员 就爆出闪词潮 像是这一名曾在南韩关税厅工作的正妹 没坐满五年就离职 因为起薪实在太低了 南韩公务员起薪约月薪187万韩元 相当于4万6千新台币 而外面私人企业可以开到240万韩元 相当于台币5万6 越来越少人考公务员 连带的公职补习班也跟着一间一间到 通膨下的连锁效应逐渐涌现 薪水追不上通膨 已经是各国政府 企业最难解的共同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